下面一个也是最忌讳的就是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很简单就是会调节利润 就是说从财务审核的角度来说 那从税务的角度来说是什么 关联交易通过低税务的区域 对利润进行调整 甚至为了做到上市体系的利润的话 会有很多关联方向他输送利益 向他输送利益 也就是说把本部属于他的利润输送给他 什么叫做本部属于他的利润输送给他 比如高价从关联方买东 关联企业高价从上市体系里买东西 这样给上市体系贡献足够大的利润 还有就是过去这家上市公司体系慢慢做大的时候 他要考虑他的税收成本 那么他会利用新设税收挖地的关联企业 来转移他的利润 就是说你要上市之前肯定是对上市公司经营输入利润 但是你在上市期初 但是你在企业成立期初或者发展的时候 基于税收成本的考虑 可能会有关联企业从上市体系里把利润给拿走 那个时候你是因为没有涉及到就是上市跟挂牌的这个想法 所以会有这样的动作 那如果是上市前的话 更多的是向关联方进行利益的一个输送了 那对于税的话就是利润输送会涉及到价格的调整 价格调整就会涉及到双方税收待遇不公平的调整 你想如果一个东西是一百万的利润 大概都是二十五交税 那你搞关联企业干嘛呢 对不对 利润都是一样的 如果说有可能在上市体系里走一下仗 把利润留在上市体系里 税收的角度呢一定是两方的 一个税率高一个税率低 一定是把高的利润放在低税率那个区域啊 关联交易是不是不能做 不是 关联交易不是猛如虎啊 就说能避免啊 我们尽量避免关联交易啊 尽量少发生啊 好多企业会在就是挂牌之前会把他的关联企业给关掉啊 为什么把关联企业给关掉 比如他的购买方 是很多家他的关联企业这样的话 包括他的资金流也会这样走啊 就是在形式跟实质上都形成了一项交易啊 但是一定对方在形式上不构成你的关联方 但是在实际上构成关联方 在交易的形式上 也就不构成关联交易 实际为关联交易输送利润 那这些为输送利润而设的关联企业一定会在IPO之前关了 因为一旦IPO之前被关闭了 就是合法的注销掉了 那么藏污蜡垢的这些交易可能就无法再进一步的调查 因为已经找不到人了 IPO作假 还有就是如果你在那个面试的时候 老板跟你说我们做国外生意的 为了我们要在中国上市 那国外上市不就行 为了中国上市 在中国上市是因为信息不对称的原因 你在国外说做一个项目 他认为你没有办法去国外进行核查 而且国外项目的利润和收入都比较高 但是现在这种方法已经被用难了 这种方法是可以通过协查查得到的 这种方法已经被用难了 现在国外观联方在核查起来会比较困难 为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你在海关这边报关进口的东西 就这个交易的这个流程 都是按照虚的这个价格来做的 作为中介机构券商啊 律所啊 快锁这种 他审核的时候肯定是看海关这边 包括了书记跟国外这个合同 还有资金流这块 这块形式上都能够支撑他的这个业绩啊 支撑他的业绩 现在流行的是在国外是有关联公司 因为你核查起来比较困难 你去当地实地走访起来 也是走马观花啊 走马观花的一个过程 所以整体来说 关联交易现在呈现的趋势是走国外的关联交易 我们常说这个巴铁项目啊 就是典型的啊 走国外关联交易的一个项目 那其实关联交易不是说不可行的啊 我们说要辩证的 看之前说啊 因为现在很多企业它是这样的嘛 就是前期未来税收的需求 有一个生产企业 他在这儿 然后呢 他生产出来产品专门通过一个销售公司 他在去做下面的省级代理啊 这个他所有的产品都是通过这种行为来完成的 实际上他是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的 那一旦具有合理商业目的 这种行为就是合理的 关键是你要对这次这个情况进行披露啊 披露清楚啊 而且你内部的控制制度的决策是否是合规的 还是就税务关注你价格是否公允要进行一个调整啊 因为你的公允性不仅是影响税务这块啊 同时还影响到什么 同时还要影响到你的会计的 就是经常性的损益 就营业利润了 营业利润的一个确定啊 第六就是关联交易非关联化 就是以实质为关联交易形式为非关联交易的情况啊 同样禁止在审核的时候是绝对的红线啊 不能碰因为你会分流上市体系的利润 曾经就出现一个不披露关联关系的 那个券商做的这个业务啊 后面新的更换捐商之后 新捐商进行披露 原来老捐商还被处罚了啊 最近一期这个发生委的观点里面 注意一下就新的上市公司里面有一些新的变化 我们这简单说一下 就是共享生态啊 现在的共享生态 比如乐视的共享生态 因为乐视下面有有乐视这个上市公司体系嘛 那共享生态的话 它其他非上市公司体系 说白了就是客户的共享在这摆着呢 那对于上市公司这样的话 会不会有利润的分流存在 还有就是物业公司跟那个房开企 他们共享客户啊 他们共享客户 你获得这个客户的资源 那么你上市的 比如这个物业公司 或者乐视下面又要有上市公司 那你获得的这个客户资源 你是需要支付代价的 那这个代价怎么去作价呢 很难说清楚 我们原来说就是 你自己原来做APP 你做一个客户 做一个真实的有效的活跃的客户 最初的成本可能只需要几块钱 现在也存在这种情况 比如你去一种大的场所商场 或者是游乐场 比如有扫码送什么东西的 他就是为了获取客户的成本 那一般就是几块钱 但是你要保持一个活跃的客户 高质量的客户啊 那就很难 现在原来会超过50块钱的这个成本 那这个成本就应该如何定价 每个行业会有不一样的 因为他每个行业 他单位客户贡献的收入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种问题的话 就不要再去 想着去走资本上挂牌 因为现在无法表达意见 现在无法审核啊 不会给你通过的 那一旦你有这种情况的话 就是不属于新兴业态这种啊 不属于新兴业态那种 你就是坐驾啊 然后关联交易的比例 不要太严重就可以了啊 只是说目前对于这种新兴业态 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 你适逢符合发生委的口味 他们观点中对于此类业态 他们在关注的问题跟焦点是什么啊 所以你作为一个财务或者税务的专业人才 你必须懂商业模式 如果你不懂商业模式 那么你只能谈技术 你只是老板实验战略中的一个棋子而已吧 那这个棋子是黑是白 是大是小 其实都是可以更换的 也就是说你不会是老板心目中决定性的 这个棋子 你仅仅是为了配合他工作去完成啊 所以你懂商业模式 你才可以从专业的角度脱开来 从外面的角度来来审视这个 审视这项交易啊 那么你未来发展的空间才会从 财务的专业模式 财务的专业方向向整个集团高管去走啊 因为你不脱离专业的话 那你会更多的时间被数据的工作所干扰啊 那你对自身这个职业规划的度就很难把控住啊 走财务这条路 财务这条路其实都是有众多的考试 有众多的法规 有众多的压力啊 包括从老板 从公司进行内部的压力啊 单个行业压力不一样 只是说我们作为财务 我们承受了很多啊 只是给予我们的回报是非常低的 因为你永远是一个技术性的工种 是一个可以替代的啊 那从税务角度的话 那作为转向定价 那容易被调整的情况是什么 第一个是说连续数年营业亏损 或者营业上下波动频繁的企业啊 就你是一个不正常的企业 你的营业情况有偶发性啊 第二个就是你 你向关联方跟非关联方的交易之间的利润率 出现有明显差异啊 第二个就是你向低税率关联方 有输送利润的情况 金额较大 第四个是给国外支付特决使用费这种 因为它的作价能够进行评估 第五个就是说你们之间双方交易模式 在一定价方面不符合常规啊 不符合常规 那这样的话你就要按 我们锁税把配套体系下面这个特别纳税调整 实质办法 延续证明你的合理性 这个合理性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就是它是一个事务性的工作 前期是你要讲你的商业模式 是符合税法的规定的 有合理商业目的的 再次就是对于定价这块 有相当多的事务性工作跟准备工作要做 就是更多精力在好与跟税务局这块的谈判跟沟通上 所以呢 往往会牵涉到更多的精力在做这个事情啊 因为一旦不做好会构成实施性的障碍啊 好 接下来我们老说核定征收 那我们把核定征收单独拿出来 我们来讲一下核定征收 那为什么说核定征收是一种变相税势优惠呢 那你要去上市 上市的话你的账策就应该是齐全的 核算是完整的 核算完整就不能核定征收 对吧 你不能核定征收 因为你利润大 你长按征收 你可能就会税幅就更高 为什么要核定呢 核定就讨价还价大家啊 你把收入做低一点啊 你把成本做低一点 对不对 因为核定的方法可以从收入成本等方向来核定 反正就是你想办法把所得额给做小一点 那我们举个很实在的例子 比如一个小店 一个流水摊 或者一个蛮烧烤的 因为一个月不缴税 或者只缴 只缴一两百块钱的税 但是他的营额 那一天的流水可能都是几千块钱啊 做得好了 所以呢 你一个核定这个金额实际上是 一个税收优惠的金额啊 那实际上你的核定就跟你税务核定的 就跟你财务的核算健全是冲突的啊 那如果现在你处在这个角度的话 那你应该怎么办呢 第一个就是如果你现在 自己认为你是符合核定征收的情况下啊 那你就成了你的账有问题啊 那你成了你的账有问题 你的报表报上来不是假的吗 你会计基础工作规范 你根本就没有遵守啊 好 如果你认为你的内控是有效的 那么你可以准确核算收入成本 那你说你自己就能讲清楚 算清楚 那你为什么要去核定征收呢 为什么不查账征收 依法拉税 就把信息披露完整呢 说白了就是变相有税收优惠 或者说说的更直白一点 就是有透露税的这个嫌疑存在 那如果你以前年度实在存在核定征收 那应该怎么办呢 那你要推翻过来 要按查证征收的标准进行测算啊 考虑发生年度 如果年代太远了 就不需要补缴 如果在报告期外两年以内啊 就最近报告期啊 就三年一期这个报告期的两年以内 那你就要补缴 那补缴了 你要得到当地税务局办的支持啊 他认为你这个行为不违规 不予追加处罚 不影响上公司业绩 不损害社会公众利益啊 不要求你补缴 或者即使补缴了 你缴亲了 没有其他处罚 那也是可以的 那如果一旦存在这种情况的话 就你在上市之前 计划上市之前 你要是合订征收的话 必须调整查证征收 至少运行个IPO三年一期 之后我们再来说挂牌这个事情啊 那如果是新三版的企业的话 就是两年一期啊 就挂牌啊 下一个好多企业都会犯的 就是地方性给予的政策优惠 什么叫地方性给予政策优惠 这个地方性给予政策优惠 不是说给你地方出一个符合地方性的 税收文件给你低税率 而是说地方在审核你符合国家的 优惠政策的时候 给你把标准给你降低了啊 比如就是在认定为高新企业中的量化指标 比如人开发的人员 研发费用销售收入的时候 不满足相关的标准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 目前来讲高新技术企业这些量化标准啊 第一个是指大专以上学业人员占职工总数 百分之三十以上 其中研发人员要占当年的百分之十以上 这是绝对人数的一个控制啊 16年国家发了一个文啊 专门是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那也就是说你在16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 应该要符合以下的政策 第一个从事研发跟创新的啊 不得低于当年职工总数比例的百分之十啊 前面也讲了 第二个呢是指你的研发活动的研究开发费用 占销售收入的比例要符合要求啊 这种也是绝对控制指标 第一个如果你是年销售收入是小于五千万的 你比例不能低于百分之五 如果你是五千万到两个亿的啊 不能低于百分之四 你注意它都是逐渐低减 逐渐减百分之一啊 五四三 好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两个亿以上的 比例不能低于百分之三啊 注意是五四三聪 五千万以下 五千万到两个亿啊 两个亿以上啊 那如果你研发费用涉及到有境外跟境内的情况 那你国内必须要超过一半以上 那个一半不是百分之五十啊 应该准确说叫做百分之六十啊 还有就是你是高新技术企业 你必须有投入你有产出啊 那你高新技术 如果你是一个服务或者是一个产品的话 那你的收入要占你全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所以这里有两个六十啊 第一个是研究开发费用中 有涉及到境外的费用的 情况下 国内的费用不能低于百分之六十 第二个就是本身你是高新技术企业 你怎么证明你是高新技术企业 就是你要有高新技术企业的收入 就是高新技术企业的服务 还是高新技术企业的产品 你不能低于百分之六十啊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就是有瑕疵的一家上市公司啊 金轮股份 15年发布了这个高新技术企业备案 没有获通过的公告说 由于公司2014年受到税务机关行政处罚 所以在15年 申请高新技术企业备案的时候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 任何管理办法的规定啊 就是受到行政处啊 五年之内不得再申请啊 所以 15年不能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 这样的话会对企业的 损益是有影响啊 15的税率变成了百分之五 那这块的话就会影响企业的利润啊 影响众多中小股东的利益 为什么是中小股东 因为企业是一家上市公司啊 他的流通股里面大部分还是在小股东里 他的流通股里面有大部分的小股东啊 比如一千股的一百股的啊 他具体犯的是什么事呢 就是在2014年被处罚是 所相关的这个处罚决定书是这样的 就是公司因为少缴 一般都是流转税 就是增值税 或者原来是营业税 少缴增值税 营业税或者企业所的税啊 少缴6.3万元啊 同时被处以接近50%的罚款啊 那这样的话是形成一个偷税行为啊 这个罚款跟处罚 因为金额太小就 一共加价还没有10万块钱 而来14年税前利润是4000多万啊 但是因为15跟25 这个税率差是10% 那么这10%你叫多交税 那你这4000多万叫多交400万的税啊 400万的税 那每年都会受这个影响 所以你一旦受了税务处罚之后 你就不能享受高音技术企业的优惠啊 那你这个不能享受你五年之内都不能申请 那五年之内你都只能按普通企业对待啊 好下面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是天忠宫已经上市啊 但是他 在上市中有瑕疵 税收瑕疵的存在 也是高性技术企业这个问题啊 那这个呢 是通过第一个税务局给他担保了 第二个呢 就是控股股东承诺 如果你以后国家追缴的话 那么他来承担这个损失啊 跟上市体系无关 那我们就你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他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但是他在享受优惠政策的时候 就15%优惠政策啊 那么他的核心节点就是他的人员的问题啊 就14年公司进行复审 如果没有通过则会被追缴之前已经享受的税收优惠啊 那没有通过那后面的年度五年之内也很难 享受税收优惠会会对企业的经济情况才能不利影响 高新技术当时的规定是 第一个是 大量学历人员占30%以上啊 从事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占职工的10%以上 当时他只有一个条件满足啊 你看一下 他从事研究人员49人 刚好达百分之十啊 这个就差一点点 第二个大学学历的只有20% 没有到百分之30啊 这跟高新之前的要求 百分之30是相近甚远 但是 售局是当时给他高新技术的待遇啊 那很多人说 我搞点大学毕业证过来不就行了吗 但你有个问题啊 那社保怎么解决呢 你又涉及到补交社保的问题 而且补交社保 这块还会引发出更多问题 你没钱合同啊那些等等啊 哦那就是一切都是需要追溯的 那你追溯到发工资资金领域怎么办呢 你说大额现金吗 大额现金就是都有现金之风吗 那就因为企业的财务合算基础 是有问题的 直接就被封定了 所以两权相亲取其亲 就是这个道理啊 好 下一个就是所有企业都会遇到的 之前咱们在讲上市中的 税务政策就是 终究说到了 为什么要进行股权的转让啊 那这个股权转让 讲为什么进行股权转让 其实还要讲这个商业行为的实质 是什么 那进行股权转让 因为由于 不叫认知度啊 其实就是不想交税嘛 赚钱不想交税 那怎么办呢 就是想低价转让啊 那低价转让 那税务机关认同你低价是可以有理由的 但是这些低价转让 是什么 第一个 行业变了 国家调整了 你未来收益受严重影响 第二个是 基层货 或者转让给你的配偶 父母子女 祖父母 等等等等 或者对你有直接抚养和赡养义务人啊 第三个就是相关规定和企业当成规定 并有资料充分证明啊 转让价格真实且合理的 本企业持有的 不能对外的股份转让 就内部的 这就是一个低价能够转让的情况 基本上很难从中找出来一个合理的理由啊 那一般原则把控来说 你低价转让的话 你不应该低于你的净资产所占的份啊 如果你一旦低了 那可能税务机关系会 第一个要求你清产合资 第二个要求你进行评估 第三个可能会导致税务检查 那这样会暴露出更多的问题啊 所以呢 股权转让这个是 算资本交易吧 我们说资本交易 应该是最近这几年非常火的 而且资本交易 作为纳税评估 作为日常管理的这种手段 每年都会评估 而且你一旦 随到股权转让上市公 随到以上市公司股权转 那你的体量很大啊 你的体量很大的话 那你每年都会被扫描到啊 那被扫描到关于这个合理理由 你怎么说呢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些 简单的案例啊 看一下 就以上市公司的招股说明书说 披露 两个自然股东之间 有个股权转让的协议啊 转让的价格是20万 转让价格为2万元 转让价格是40万 此次转让之后 那个A就退出了股东行列 不再持有股份啊 但是在转让的当月 就是20年的12份 还有其他的转让 转让给一家法人股东 一家山东的法人股东 转让的股权是120万股 价格注意 是8元美股啊 两个自然之间转让是多少 两块啊 那个价格显然就低于啊 如果要有合理理由怎么办呢 要是一男一女的话 可以结婚是吧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 那肯定 做价就是偏低的 做价偏低的话 肯定是不就还会调整参考 当月同类的这个转让价格 8块啊 我们再看下面一个 就是 这个是上市公司 你报告里披露的 就是有一个股权转让 这个转让的时候 股权是增值了 那增值了是应该由 转让的一个企业来扣缴 个人股东增值部分的 个人所的税 但是最终是 没有扣缴啊 没有扣缴 就是所谓对于企业 产生税务风险 本来纳税人是 个人股东 扣缴又人是企业 但是企业不仅仅扣缴的话 那所有的处罚 都是对企业啊 都是对企业 所以这种情况得不偿失 这个是个 很正常的问题啊 就是个 企业的个人股东 转让股权 因为现在在那个 咱们在税务的 那个流程上面 就会有一些问题啊 比如像 你工商登记变更那块 可以直接变 而不需要 就是你有什么 纳税的这个 节省的证明啊等等啊 那税务局那块的话 信息比较之后的 哎呀 报批啊 可能一个股权 然后申报到 完全可能要三到六个月啊 那对于企业 没有扣缴 的情况下 如果税务机关 要和你较真儿的话 那对于 扣缴又人 有50%到3倍的处罚 那如果你想避免 这个处罚的话 那怎么办呢 那必须 那必须挣得 税务机关的谅解 跟同意啊 那怎么 就作为 当月9月申报 或者10月申报 就做 就作为当月的事项 不要是以前 月份事项 因为是以前月份 或者以前年度事项 只要信息录进去 最终你税款 计算出来之后 旁边制大金 自动计算出来的 这个是没有人能改得了的 除非你是改后台啊 改后台记录 就过于明显了 所以呢 要把过去的事项 变成当月的事项 过去事项变成当月的事项 那合同这些 已经签了怎么办呢 那你一定要有 合理的理由 去推翻前面的那个合同啊 所以就是 刚刚说的股权转让 就不仅仅是税收的问题 这个税收跟 其他的类似合同法 商市类的法律 它都有紧密的一个联系的 如果你单纯的 只会税法的话 那你做商市这种业务 做的比较大的话 你没办法做HQ 虽然你理解不了商业模式 就没办法 做商业行为的判断 没办法做商业行为的判断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对 以好多已成事实的情况 进行一个重造 跟一个重新的设计吧 我们叫重新的设计 就是说白了 就是完全基于一个 税收目的的 一个税务规划 当然你在形式上 要让税务局官认为 你形式跟实际上 都有符合 合理的商业目的 那为什么这会有 个人转让股权呢 第一个就是 我们之前讲的 引进所谓的 新的投资者 带来新的这个资源 还有一个关键 就是利益输送 转让给当地政府官员的 一些亲戚啊 等等 相关利益的一个输送 大家一起发财 IPO之路就是一条 一起发财的黄金闪闪的大路啊 但是往往忽略的是价格的问题啊 价格的那实际上 我们针对此类问题的话 一般可以设一个赤股平台 来做这个事情啊 就是你企业的股东里面 有一家公司 那家公司是干嘛的 我们来讲一下啊 给大家扩解 给大家扩大一下 就是对于商业行为 一个目的的这种理解啊 就是对于实际在操作中 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假设是一家以上市的公司啊 那这个上市公司 如果是我的话 或者说一家创业的企业位啊 以后融资需求 那我一定会找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在这 这个平台对这家公司持股 比如20% 其他80%比如都是发起来 那这一家公司的股东 就是那80%的发起来 那这不是有20%的股份吗 那这20%股份 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 第一个不形成控股关系 第二个呢 这边的股份转让 不就是转让 这个企业的股份吗 对不对 而且你工商那块披露的话 工商那边税务那边 都是披露他的信息 而不是他的信息啊 还有你要做带持股 你在这边做带持股啊 不要在这儿做 这儿做是不行的 目的就是利用中国信息的不对称 来做这个事情 那利用信息不对称 做这个事情的话 想给大家再引发出 一个概念性的一个东西啊 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个课 像对象说作为财务经理 或者税务经理层面 你必须而且是应当要知道 我下面讲的这个话题啊 那我讲的这个话题 其实就是对赌协议 为什么讲对赌协议啊 上市公司在以上日之前 会有众多的并购 那你并购 或者叫做直接投资 购买一个企业的股权 那我们快计量合算为长途 无论你是 适逢新的同意 控制下的合并 或者是在后续计算是 采用成本法还是权益法 这都先不用管 那你只需要管一点的是 我们去买一个企业的股权 那这个企业的经营信息 和本企业啊 比如A B 我们说A投资B啊 就是 A花钱拿到B的股权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比如 上市之前同行业的并购啊 做大做强 比如像我们知道的 滴滴一家独大 原因是他合并了中国U版 那滴滴未来 肯定是走资本市场的小路啊 那滴滴在合并U版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 对于U版的数据的真实性 就是U版最核心的 还是他的客户 客户数据啊 就客户数据 咱们之前也讲过 就是你要获得一个活跃的用户 你的成本是很难估计的 各行业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产生的 收的渠道方式 都是不一样的 那你合并U版过来 你不可能说 在做净值调查时候 把U版抽丝剥茧 所有的都是拖得干干净净的 看得一千二出 那即使你看清楚了 你也可能会丧失 你判断的方向 那你在合并U版的时候 那就会有一个问题哦 就是你合并的 做价的问题 你的价格是大家谈好的价格 但是如果一旦合并出 过来U版里面的客户 有很多僵尸客户 就像微博呀 很多僵尸粉 那这个价值就大打折扣了 那大打折扣的情况下 那过去付出的代价 是不是就是偏高了 偏高了 那我作为投资商 我是不是想让 U版的股东给补偿 因为你实际上是买的U版 股东的股权嘛 买的B公司的股权啊 如果你不是定向增发的话 那就是买B公司股东 手里把股权转让给A公司 那我需要补偿 我们往往就会签 比如假设U版是一个 独立运营的群体 比如运营一年 收入应该多少 第二年收入应该多少 当达不到这个情况的话 我就怀疑我收购资产的质量 达不到我的要求啊 那在中国的话 上市也是有要求的 这属于重大从组的话 一定要披露 就是你之前这个盈利预测 跟你实际经营 最近三年都要披露 跟实际经营的情况的差异啊 那一旦有这个差异的话 那我买的成本就不真实 买成本不真实的话 为了防止这个情况 就会签一个所谓的对赌协议 就是如果Uber运营 达不到某个数据 那么Uber股东要对A进行补偿 对DD进行补偿 如果一旦达到了 那么DD还要对Uber股东进行补偿 相对就是投资成本增加 达到条件叫做投资成本增加 达不到条件 可能就要投资成本减少 假设我们说 这个他投资条件 可能有很多种 第一第一个活跃人数 然后就是还有其他的一些 限制条件 比如收入这种 假设他会在一个区间 没有达到这个区间的话 就叫做资产 资产的质量不够 超过这个区间 就是资产的质量很好 那超过这个区间 跟D这个区间 都可以使用一个对赌协议 那对赌协议就是 输的一方要出钱 就是我们俩赌博 只有我们只有三种结果 对吧 双方共赢中间 另外两种都是 有一方要赢 有一方要赢 那有一方要赢的话 就会带来一个 另外一方付出代价的问题 那付出代价 如果是滴滴付出代价 就是长头成本增加 如果是优本付出代价的话 就是什么 转让收入减少 这个就叫做对赌协议 对赌协议 顾名思义又叫做估值调整协议 说白了 就是你收购的 这个价值 你应该如何来判断 收购的价值 是另外一方的转让收入 又是另外一方的什么 投资成本 所以你这样来想就可以了 要么是追加 要么是作为投资成本的追加 那对方的话 就是转让收入增加 如果是转让方 要付出代价 就转让收入减少 投资成本也就减少 他们俩都是同时增加 跟同时减少 这就是所谓的对赌协议 在并购中的运用 那对于创业公司 或者是其他一种情况 他对赌的可能不是补偿 现金补偿 而对赌什么 对赌是 他的公司的控制权 比如A跟B两个并购 比如翘江南的那个并购 并购之后赌业绩 赌的是实际控制人的股权 最终是实际控制人的书 是丧失的股权 丧失对企业的控制 你说赌的东西 可以是钱 也可以是股权 甚至是其他的东西 所以这才叫做 对赌协议 对赌协议是我在最近的业务中 会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方式 跟方法 来解决一些疑难的问题 那过去有人认为 对赌协议是金融工具的 但是有个问题 金融工具你要定价 做披露 做核算 做报表里面 很难有方法来确定价格 目前有的方法 很难对对赌协议的价格 进行一个约定和确认 好 讲到这儿的时候 我就再说一些 就是扩展的 给大家打开一下思路 当你没有拿到产证的时候 没拿到房产证的时候 那有哪些方法可以给你确权呢 确定你拥有所有权呢 那这个就可以大家回去仔细阅读一下我们的物权法 所以简单的一个税收的业务会牵扯住伤势的法律 会给大家就是打开思路 打开眼界吧 这个小的话题就给大家分开在这里 因为我们有机会的话 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更大的一个案例的分析 接下来我们对于企业在IPO过程中 以及在IPO之前的经营过程中的一些历史的一些遗留问题的处理 我们再来做一些总结 那涉及到的税主要就是指两类大税 一个是流转税里面的增值税跟营业税 另外一个呢就是企业所的税 第一个是说当期补缴前期税款呢 属于自查补税 为什么会自查补税呢 很简单 你要把收入做起来 那你报给税务局的收入比较低 自然会有自查补税 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就是只需要补税 然后呢 税务局这边不做处罚 你不形成恶意行为 不形成主观的故意行为 志大金这个之前我们都说过 如何处理啊 作为当期的一个税种进行 作为当期的收入进行申报 那这个时候主要是看你补税的这个金额 大小金额 然后你这个补税是什么性质呢 比如一般就说自己 对这个政策的理解错误啊 理解错误 肯定不会说我内控失调 我会计基础核算不规范 这些东西 最简单就是说 就是说我是快计差错引起的 快计差错引起的 这是属于主动去补前期的税款啊 如果你补税的过程中 你的量非常大 大家认为你财务核算基础很差 即使税务机关给你出证明啊 说你没有税收的违法违规行为 那在发生委看来的话 这种情况也是有极大的困难啊 但是现在有一个硬性的条件就是 你的税如果是补完了 那么还是有机会过发生委的 那补这个税 你一定要有合理的说明啊 好下一个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税到外资的情况 股改之后就变成内资企业了 经期还不到十年 不到十年 原来不是是享受免税跟减半征收吗 那对免税跟减半征收的问题 可能就会被追缴回来这部分 那么这个时候也要 税务机关给你出证明啊 说不会被追缴啊 那我们在报表中和原始报表 在有差异的情况下 做会计差异更正的时候啊 就刚刚说了 涉及到收入的调整 那收入调整的话 一般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个是会计核算的错误啊 第二个是5B形成的啊 那么来看一下 具体的性质跟处理的方法啊 如果你是因为差错 要么就是会计理解的 这个处理方法不一样 比如收入核算方法不一样 还有一个呢 就是没有在当期确认收 在以后年度确认收入了 那以后年度确认收 其实就是意识到 上市要去补税啊 这个情况还是可以 说得通的 但一旦你有主观恶意行为 就涉嫌逃税啊 偷税啊这种情况啊 还涉及到虚开真正 专业发票这种 就是涉及到重大违法行为的情况下 就很难通过啊 如果你是因为前期 故意舞弊啊 就是隐秘收入 如果虚增成本导致收入成本 导致收入成本小 少交企业索碎 那这个情况就比较麻烦了 那是发生委重点关注的对象啊 那就要看这个事情在沟通中 对于质纳金跟罚款就怎么处理 第一个呢 说税务局官不会去追缴 第二个呢 是说控股股东或者是实际控制人 来承担这部分损失 因为一旦被形成被税务局官追缴 在处罚的比例上 顶格可以出于税款五倍的处罚 这样会对损益有影响 就伤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啊 那显然这个事过不了的啊 所以一旦是舞弊大量去调账补税的话 一般来讲需要有一个缓冲期啊 要经历一个年度之后 一个完整年度之后 再提交发言申请啊 因为你大幅度补税调整 他是不认可的 我对你大幅度补税的 你大幅度补税的 我对你大幅度补税的 感谢观看